2月7日,TWAS成员萌萌萌和定妍通过Narrow的VLive进行了直播 直播中两人与粉丝交流很多 更新他们的生活并回答了观众发来的评论 两人还讨论了他们的头发颜色 定妍透露,她已经成为金发女郎一年多了 而萌萌也几乎同时保持了她的两种色调头发 然后两人讨论了改变头发颜色的可能性 萌萌提出这个话题后,询问定妍是否有改变发色的计划 定妍被这个问题问笑了,回答是 但没有详细说明 萌萌随后表示,她计划在Trust去美国后改变她的头发颜色 但在这一点上,定妍还没有透露她打算什么时候染上她的新发色 但她告诉正在观看的ONE期间她的新发型 然后萌萌问定妍是否打算再去美国之前染发 对此定妍简单的回答,是的 尽管定妍没有明确表示她将参加Trust的北美巡演 但许多粉丝认为她将在巡演中重返舞台 不断暗示要改变她的头发颜色 也就并暗示了她将与团体一起前往美国 Trust的北美巡演将于2月15日 在加利福尼亚州英格尔德尔开市 并于2月27日在纽约长岛结束 爱的韩社,每日解说最新韩语 欢点赞和订阅哦